城市獎堂 讓你夢想也能當飯吃 怎麼夢想可以當飯吃 你沒聽錯 城市獎堂這次邀請到三位 設計界的追夢達人 要用他們的故事告訴你 時間夢想不再遙不可及 覺得我是一個相當幸運的人 在迷惘之中 可以找到自己的樂情 在去年開發出桌遊彩色島 更站上國際舞台的 桌遊設計師林家鵬 用自己的經驗告訴大家 堅持夢想才有意想不到的機會出現 我認清你的想要的東西 然後堅持走下去 從玩家到創業 從媒體設計跨街到桌遊領域 結合設計背景 加上閱覽過無數桌遊的林家鵬 曾經也有庫存消不出去的獎金 在夢想的路上 肯定會跌跌撞撞 但他透過詳細規劃 加上不放棄的禱告 拿到國發會的補助計畫 讓夢想的路得以延續 那也要努力的去把握 認真地看待自己的夢想 在網路上人稱K-DA的KRANS 一開場 便有務實地點出夢想實踐力的重要 這些東西都願意接觸的時候 你才有資格說 我為我的夢想走到最後 K-DA個性鮮明 清楚適合自己的創業條件 為了夢想接觸原本不熟悉的行銷領域 你那麼多關於你才的東西 實際上是為了延續你的創作出路 所以一切的一切是來自你最初的夢想 K-DA為了創業跨界學習 等得培養粉絲 找到海外通路 並利用最有效率的方式 將自己的創作價值極大化 所以你只要每次有出新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都會帶動你後面的銷售量 重點到底什麼 你要撐得夠久 你要持續 也不怕公開作品可能引來盜用問題 反而因此找到知音 現為平面設計師的陳新陳 他說是灰姑娘的翻版 在教會牧師的鼓勵下 勇敢追求夢想 現在已經是科技大廠的設計師 你還在夢想跟現實的拉扯中嗎 聽完夢想達人的分享 你也想親身經歷這樣的恩典嗎 照著達人的建議 下一個站在講台上的人 或許就是你 因為上帝他造 每個人都有獨一無二的計畫 也包含了你的夢想 所以好好的認識神 你也會好好走到夢想的路 記者鄧天馨 吳云軒 台北報導